好剛剛也看到了其實柯文哲一大早又出門去了 而透過我們的畫面可以看到呢面對媒體又包圍他 其實柯文哲臉上是有掛折微笑的 不過在今天面對第二次的家庭 柯文哲還有辦法笑得出來嗎 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在昨天又再度爆料了 其實當年柯文哲曾在金華城的六份公展公文上是有蓋章的 就顯示柯文哲不可能是對金華城案不知情 但這樣的說法呢也被民眾黨發言人吳一軒反洽 說簡舒培是故意裝不懂 但也讓金華城案當中的疑點越來越多 說好的記者會呢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近期遭爭議纏身 不管走到哪都被媒體追著跑 他不只被記者緊盯爆料更如同連續劇 台北市議員簡舒培追蹤金華城案後 就出柯文哲的六個關鍵用意 簡舒培曬出六份蓋有柯文哲印章的公文揭露 金華城當年送公展的公文中 清楚提到獎勵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 獎勵容積加上容積轉移後 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但柯文哲竟然說不知道金華城的容積率高達百分之八百四十 讓他難以接受 面對議員炮聲融融 民眾黨強硬反嗆 公文裡面有給市長要簽合的 後面還有公開展覽的東西 所以他的所謂六個章其實都是指同一份公文 那所以我們不知道簡舒培到底是笨還是故意不懂 吳亦軒不懂就不要裝懂 這個不會 你不講話不會有人把你當八七 柯文哲蓋了這個六個章 然後現在才說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 現在不只不知道 還不適制了嗎 柯文哲為了拼不被羈押 在法院聲稱對金華城的事不知情 但各界不只不相信他 還質疑起柯文哲在市長任內到底有沒有認真工作 記得要請廖凱仁台北這麼大